在新界的重磅收集是 中國大陸現在祭出反擊了 因為美中的科技大戰越演越烈 美國一再去壓制這個中國的半導體 現在中國大陸他們不忍了 說要以國安為由 封殺美國的記憶體晶片大廠美光 但是這對市場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我們今天去問了專家 專家認為說這對美光的營運 其實是影響有限 目前看來宣誓意義是大於實質的意義 美中晶片戰再升級 這回中國大陸首度反擊之間下重手 幾乎全面封殺美國記憶體晶片大廠美光 中國大陸官方21號宣布 美光產品應存在較嚴重網路安全問題隱憂 要求通訊交通金融等跟國家安全 民生相關的產業都不得使用美光產品 言下之意幾乎封鎖美光進入中國市場 凸顯美中科技戰仍暗潮洶湧 對於美光來講其實可能會有傷 但是傷害的程度畢竟是有限的 畢竟就是說目前其實大家也都是在做產業鏈重組 這次的制裁其實就是衝擊有限 而且是明目異議大於11 而美光作為全球第三大記憶體大廠 去年大陸市場佔整體營收上看一成 未來這塊大餅恐怕將由韓廠 陸廠 甚至台廠 南亞科 華邦店分食 不過美國對此遭就提前佈局 4月傳出拜登要求南韓 一旦美光被封得敦促三星和SK海力士 不能趁機填補中國市場 無論是三星或者是海力士 其實他們中國大陸才是他們的重要的客戶 不可能因為中美貿易戰或者是這些晶片戰爭 然後三星跟海力士就要乖乖的 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這個部分的話就會造成三星跟海力士之間 會有相當大的損失 而資深半導體分析師陸行師也指出 接下來還有五大觀察點 這包括韓廠會不會聽美國的 乖乖不搶試戰 如果不會 陸廠 台廠是不是受惠最多 以及美光股價會怎麼反應 還有這會不會只是第一槍 誰會是下一家被制裁的美國企業等等 都值得觀察 東森前的新聞 黃富翔 張華貞 宋和報導 東森財經 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 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都在東森財經 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都在東森財經 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